如今处在物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面对天灾地难 造成的种种惨状和痛苦 当我们面对菜市场中 那些被屠宰的一切秦和寿 当我们面对那厨房中刀光浮影 当我们面对战争和有幸了解到历史上 所谓人类造成的血腥时 当我们面对汽车轮下的所谓无辜伤亡 当我们面对厨房的孤里 秦和寿在烹炸竹炒时 当我们看到那些被病魔折磨的死去活来的人士 难道这些苦难尽下不是地狱的缩影和险限吗 虽然这些痛苦比起那地狱的惨痛感不上亿万分之一 这些苦痛在我们无心中飘忽啊过 但我们想到它们的今日或许是我们的明日 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会不寒而立马 当这些苦痛就要降临在我们身上 和亿亿万万节那么长时间 都在面对和亲密时 我们还有心情在那里 面对那些尸痕变中的人间地狱 大躲快遗马 我们还有心情去成意识之快 去打杀那些各种动物吗 我们还有心情去谈论什么肉嫩 怎么搞乡吗 还有心情去伤害其他友情的身心吗 还有心情挖空心死 去谋取那些不义之财吗 还有心情去经营他人的亲密 和勾引他人丈夫吗 还有心情去说那些与事实不服的话吗 还有心情去以酒为美 喝得烂醉如泥吗 还有心情去传播是非 挑拨离间吗 还有心情去输些银瓷烂调 滑而不识的话语吗 还有心情去贪恋生病一切 所谓美好的世贪恋骂 还有心情为不可己意 就大发雷霆 报复收拾他人吗 还有心情去浪费生命 不去学习实践 诸佛菩萨乃至于圣贤的毁语尊尊吗 还会写书历说鼓励宣扬激发人们的贪嗔吃面吗 还有心情去谈论这世界上 哪有什么因果 哪有什么鬼神 哪有什么前世今生 这种荒诞不惊的话语呢 还有心情去贪赃枉法 利用意识之权利 却谋取一丁点淫头小利吗 还有心情 利用商业等多种方式 昧着天明去坑门拐天吗 还有心情 为意识的明文利亚 去否定佛陀菩萨 乃至于大阿罗汉等等圣人 开始离苦得乐的正确方法 却去传播一些歪理邪说吗 明明心没有出家 还有心情利用佛陀的衣钵 去骗取世人的供养吗 等等诸如此类 会直通地狱的种种恶习 难道不会引起我们的紧决心吗 地狱的苦难虽然惨重 但恶鬼道和畜生道的禁欲 也不会耗多少 就算在人间 那些苦难 时时刻刻都在显现 就算在那天上 一旦天福相近 依然还会到三恶岛去历练历练 体会体会 更何况 在那天界祥乐的日子 比起地狱 恶鬼 畜生三道猪 任何一道的漫漫长夜相比 根本上就不值得一提 所以 我们今生今世 有幸再一次获得人生 非常荣幸听闻到 佛陀离苦得乐的开始 就应当一教奉行 行 住 坐 卧 都要时时刻刻 牢记佛土的开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饮酒 不忘语 不遗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贪 不撑 不吃 随时随地 撑念佛陀 名号 发愿往生道 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在内的 十方亲近诸佛世界去 了断生死 不再沦落到 包括苏婆世界在内的 污浊恶事中去 则不辜负我们 到人世间来走一走 也不往父母生养我们一场 也不负国家庇护我们一生 也不悔众生 关怀我们一世 也对得起诸佛菩萨 对我们典化重恩 如此 则法界兴盛 父母兴盛 国家兴盛 人民 乃至于一切众生兴盛 自己兴盛 诸佛菩萨欣慰